这个节目的时候 开始是经纪人就来跟我说 说杜总 你建议杨天真来吗 我说为什么建议他呀 你身边的人会觉得你可能建议 对 我觉得在我们圈内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我杨天真 单一三个人是不合的 我们实际上没有在实际工作中 有太多的竞争关系 所以只是在一个大行业里面 我在外面都说杨天真是第一 我是第二 对吧 这样会比较 我杜华都已经上市了 真的太厉害了 但是我真的在日常生活中 很少看到真正剑拔弩张起来 在一个场合里面 会有 为什么 我觉得竞争性挺大的 只是可能我们 按照我们的工作表面 不会去把这个显露出来 我们要去竞争 但是其实大家在底下 还是蛮激烈的 对 就可能相对于年轻的艺人 他可能会出现竞品的概率高一些 就实话 因为可能大家不是完全定型了 那你唱跳各方面可能还会有一个框架在 我们刚出来也是 就是很多其实是同款的 对 后来经历了工作的打压和生活的磨难 每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 庞博应该不会跟谁去对峙什么 对吧 相对来说 其实我们本质上都是竞争欲很强的人 因为我们那个行业是 包括唱歌跳舞 大家都是一个人站在台上 对 但是你下了台就没必要了 你们都是公开挑衅 公开说对吧 对 你说两个人一场演出演完 我演的确实没有你好 那下来我在说什么狠话都没有意义 对对对 那接下来他们已经开始有点互相熟悉了 所以要迎接一些挑战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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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老师 那我们就随便坐哈 ok 昨天的面试官好像是 来下任务了 先介绍一下 昨天可能聊的比较仓术哈 我叫Ben Chen 我在驾驶集团旗下的一个制品牌 Roy Morgan 同业经验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四十十五年吧 我们对于很多的年轻人 有很多的一些要求 他的基本功是要扎实的 当然我觉得猎头更重要的是 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可能比大家稍微年长一点点 但我希望大家可能跟我相处的时候 也比较随意一些 谢谢大家 我叫Gin 我做消费品行业的猎头已经16年了 对于比较成熟的顾问 我会比较放手 对于刚入行的职场新人来讲 我更愿意去手把手的带叫 陪他们一起去成长 我是比较鼓励和支持型的leader 那接下来的一个月呢 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合作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在工作上的生活上的都可以来找我们 非常愿意支持到大家 很随和 我是94年的Le Quay 你很年轻 好美 对 谢谢 在这几年 人越来越多的在健康上面有更多的需求的背景下 我所面临的这一类的人群 它其实在推动这个世界 那所以我也想用我自己的能力去撬动这个行业 哪怕一点点 然后我是工作了六年半的时间也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很热爱它 所以我是一腔热血 包括到现在还是坚持也是这个驱动力 想要成为真正的合伙人的话 我们可以多交流 我们还是非常开心啊 今天能够看到各位 都非常的着急碰勃 但接下去的话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还有差不多28天一个月的时间 在之后的考核当中 可能有人会提前结束 只有一位是猎头计划里面最终的合伙人 我觉得你们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多多互相的沟通和交流 看一看就是自己相处了一个月之后 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 你们是还没有回过座位是吗 没有 那先去工位看看吧 他们这办公室环境好好啊 我那头选的你 你选的我 谢谢 你们都把东西带过来了 你的装备好齐全 小达人呢 简直吧 你这个带的 我感觉我啥都没买 我也是 我就带了个鱼 而且你给我争气的 选一位心仪导师 三点钱 是 发那个领导师给Vivi 大家可以用各种方法去了解他们 我没有选谁 都ok 我好纠结啊 都很厉害 其实我有点想选就是跟我同一个赛道的那个领导师 当然可以 当然很厉害 有时候会跟照镜子一样会选跟自己比较像的人 我肯定选跨界越大越好 现在可以找他们聊吗 可以聊吗 他们在工作 什么时候去聊也是一个契机 我问一下 那我们选导师 嗯 是我们可以现在跟你们聊一会吗 那你当然可以主动出击啊 有人已经主动出击了 嘉杰一直都是主动出击型 有人先做了以后你反而更被动 我感觉这里面会最相对内向的可能是那个虎小还有那个小鹿 我觉得做猎头工作应该没有内向的吧 我是觉得三个里边 Jim是行业相同 Ben是背景有共识过 你呢就是全品演员员 所以我三个都想聊 这是我的真心话 我明白 当然我肯定想选一个 能让我很舒服又能让我需要东西的人 所以我想第一个先跟你聊 好真实喝水战术性喝水 太忐忑了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唯一的任务所以一定要动起来 哈喽姐 哎你说 简单聊一下 好 因为初次见面 对 想了解一下您的过往的一个情况 我的过往经历 稍微详细一点 在片子上的一些大话 嗯 带出方向的一些东西 嗯 谢谢你啊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吧 好 好 那大概就这样 好 拜拜 没方便吗 可以 可以 现在开始慌了 怎么不早点上 哈哈 我们可以一起聊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周一纯直接加入哈 嗯 接受老师的时间 哎 哇塞你的粉丝好多 好多啊 哎感觉有点昨天的位置 啊换了是吧 对换了换了 这俩可能想再有把握一点 他可能会跟官六是说 这个人呢发的那封 announcement 啊所以慢慢慢慢的话就不安了 所以我们也开了一条叫 没进去的更不好进了 让人觉得 嗯 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行政的上的东西 让我半点没有成就感 我可以在旁边旁听吧 可以啊没问题 那我在这边的话 我更多的是可以考量 我的团队 是不是能够在我的立的下面 小鹿的话我觉得太腼腆了 对 后来的话去了 我手头上有一大把 总监级别的后缺 我现在做中高班港元会更多啊 就是这些高招的位置 以前做consumer之前 我也做过chemical 做过IT 我做过finance 我做过supporting 在消费里面什么是年轻的 我们做零食也要卖的算 这个概念 到底是大的体系 往一样这边 你做Mapping太容易被拒绝了 你给我讲讲你的架工呢 我凭啥告诉你了 他整理了一个大的资料 三位导师的都在其中 原来这是高手啊 他慢慢来 但是我会全力以赴 就行了呀 但是因为这个项目找到你 还是你自己偷的 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就是机能挑好吧 嗯 因为我们对你的担心啊 或者说你真的要不要 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就要路径来 更多的是看是说 你对下一段的期待 所以我现在也是 给自己机会嘛 就我现在不想想太多 就像好像自己以前 会想了想 就知道你觉得好像累 慢慢来 但是我会全力以赴 就是这个小雅 找不到话口进去 再看看 好的 有认识共同的书人 很多吧 很多啊 我能旁听吗 可以可以可以 就一起聊吧 好 那我的领导 能给我一些什么导致 你做游戏 怎么样我们共同在一起 让他擦出更大的火花 嗯 这是我感兴趣的 还有 小路 你们是打算就直接选了吗 还是可能再聊聊 我不聊了 我已经选了 我就很靠直觉的人 对我也是 这样我们要接着聊一下 谢谢